只要知道我們現在在市面上 你問那個老百姓說你對貪污的看法 他怎麼跟我回答 你說污點錢不要緊 有做事就好 他有說 不要貪太多就好了 我怎麼狗屁提問 民進黨打柯文哲 打模糊 我跟你講 從現在開始 只要民進黨趕快講這個問題 我已經強力了一擊 這裡民進黨被犯台灣人民 疫情貪官勿力 2014年民進黨來幫助我的時候 口號是什麼 推倒藍綠的高強 不是要推倒藍綠的高強 所以你們也是利用柯文哲 然後2014拿到政權以後 這就是過河拆桥 小肚子都補噴 不是嗎 哪裡是我被看的 就你們民進黨利用柯文哲 達到你們政治目的以後 就把他撞掉 不是這樣嗎 民進黨每次選舉的策略是什麼 你不投喔 不然你要投國民黨是不是 兩個爛蘋果理論 即使是統獨議室形態 那也是假的 多點是說他是一個假議題 但是真的造成我們台灣的問題 所以賴清德就問他說 你要怎麼務實推動台獨 你是台獨金孫 請問你要怎麼務實推動台獨 在今年這場選舉 我們要回答兩個基本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說這兩條問題一定會被問的 第一條是 台灣就已經有國民黨跟民進黨 請問為什麼要有第三黨 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前面已經掛掉四個 第三勢力 有四個已經掛掉了 你怎麼不是第五個 這是我們兩個要回答兩個基本問題 你聽一聽 這是我的想法 你跟國民黨民進黨有什麼不一樣 你怎麼知道你不會掛掉 其實要回答說 民眾黨跟國民黨有什麼不一樣 不如先問一個問題 你覺得國民黨跟民進黨有什麼不一樣 我跟你講 除了意識形態以外 其他有不一樣嗎 白條子腳啦 綁國營事業啦 白條啦 一模一樣啊 很多國民黨的大勞 你知道 每個都來開始在 在講說 藍白河的問題 其實到現在為止 為什麼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 國民黨每次在跟我們講這個 他只是叫我們致敬而已 他從來沒有說 不然我要怎麼跟你換 他只說 你沒嫌我們會落嫌 如果你這麼怕 你要你打算怎樣 他從來不講 基本上我反對 下架民進黨這個理論 為什麼 下架民進黨 後面那個猴子理論 我想很多人都聽我講過這個故事 猴子不是爬到樹上才 屁股變紅的 猴子是爬到樹上 才讓你看到 我這屁股是紅的 他坐在地上你怎麼看得到 請大家想想看 當年國民黨是什麼被換下來的 還不是貪污腐敗 所以你說下架民進黨 我就回答他說 換國民黨貪污 你國民黨當年是什麼下臺的 你現在跟當年有什麼不一樣嗎 有時候我們給國民黨的評議 就是沒有三港的合共警 他們2022稍微選勝而已 年底在選 地方選舉選勝 你看現在整個黨亂成一團 咬來咬去咬來咬去 所以是這樣 如果我們說下架民進黨 那換國民黨貪污嗎 如果說輝綠聯盟 那你意思說 我們這個 將來我們這個國家要把 綠營的全部排除在外嗎 不是嘛 所以藍白河的問題 你一直講藍白河 到底怎麼合 你也沒講過 你只是這樣 幫我們吃掉而已 所以 國民黨跟民進黨 除了統獨意識形態 不一樣以外 其他都一樣 可是我們要進一步跟他講 即使是統獨意識形態 那也是假的 所以我們是說 它是一個假議題 但是真的造成我們台灣的問題 為什麼你知道 這個就是我最近 其實這個理論不是我寫的 陳建章寫的 叫台灣近代三個歷程 台灣目前在我們整個歷史上 經過這三個階段 這個要論述來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 從1949年一直到1996 你知道 1996 最近常常不是在講九二共識嗎 我說我們台灣哪有九二共識 台灣是九六共識 九六共識什麼意思 當1996 台灣人第一次 直選總統的時候 從那天開始 台灣主體性就建立了 每一次投票 每投一次 台灣的主體性就越來越強 你要知道 從1949一直到1996 簡單的講那個叫 台灣的民主化運動 就是說 他當時的對抗是 黨國體制跟黨外的對抗 他的成就就是台灣民主化 有一次李登輝 人家跟他吐槽 我不是 不是我當場跟他吐槽 那張榮鳳跟我講的 他就說 總統啊 他都是在你任內 台灣才有黑金 才有地方派系 結果李總統跟他回答說 對台灣的民主化 他其他的可以先放下 所以老實講 1986年民進黨主黨 1987年以上 解除戒嚴黨禁 暴禁 開放大陸貪信 一直到1996 我想如果年紀大一點就知道 在民國70年 60幾年到70年 台灣那個街頭運動抗爭 其他目的是什麼 就是台灣民主化運動 這個有沒有成功 成功了 所以第一階段 團民主化 你要知道 台灣第一次出現藍幣 是什麼時候 1994 台北市長選舉 沙卡杜那一次 以前我從來不知道 什麼叫藍幣統獨 什麼都不曉得 你要知道 這個台灣的主體性 這個第二階段是什麼出現 你知道嗎 一開始我們就叫大中華統一概念 每次說我們的夢 只有長江方河 常常是這樣啦 一開始我們都是 偶是中國人 你要知道 偶是中國人 到偶是台灣人 這個故事 是在這段時間出現 開放大陸探親 或是兩岸交流 反而加深了 台灣的主體性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以前不知道 你跟他哪個地方不一樣 可是這樣接觸以後 臺商才發現 為什麼跟他不一樣 所以當兩岸沒有接觸之前 其實台灣在公平黨 從1949一路來的 叫做大中華統一論 慢慢慢慢的 台灣主體性的跑出來 所以事實上從1994年 台北市長卡杜開始講 統獨一直鬧鬧鬧 鬧到2016年 這個2016年 民進黨全面執政 那個算是台灣主體性 從此確定 可是從大中華理論一直到台灣自主 後面為什麼沒有繼續走下去 這句我常常在講 我每次在演講就要跟台下 我說現階段 台灣可能跟大陸統一嗎 廢話當然不可能 美國怎麼會同意 美國會支持台灣獨立嗎 廢話也不可能 所以現階段 台灣不可能 統也不可能獨 我們從大中華統一 統一的思想 一直到台灣自主 這個確定 可是下一關 暫時走不下去 為什麼 就要國際極視 跟大家講 修旭底德陷情你知道嗎 他說那個GDP在0.8到1.2之間 無解 兩個經濟體的 如果GDP在0.8到1.2之間無解 為什麼 我如果GDP在0.8以下 我聽你的話 因為你比我強 我如果在你1.2以上 你聽我的我比你強 0.8到1.2之間會卡住 所以說為什麼 每次人家在講說 兩岸你知道 我說兩岸是太平洋兩岸 不是台灣海峽兩岸 所以對兩岸問題 一個新的概念就是 中美對抗架構下的台灣問題 兩岸 所謂討論兩岸問題 是中美對抗 全球中美對抗架構下的台灣問題 要有這個邏輯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專有名字 叫Status Code Status Code 叫維持現狀 坦白講台灣走到台灣自主 會卡在這裡 是不得已的選擇 因為暫時走不下去 統獨都被 因為中美對抗架構你知道 GDP在0.8到1.2之間 觸無解 未來15年 我不敢說2100年你知道 再可見了未來十幾年內 中美的對抗是無解的局面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中國大的GDP 已經接近美國的0.8了 0到0.7級了 他再幹掉他 後面更困難了 現在中國GDP是美國0.7級 等到他過0.8以後 就更難幹掉他了 所以是這樣 台灣會卡在台灣自主這個位置 為什麼後面沒有辦法再走下去 是因為中美對抗架構之下 僵局卡在這裡 所以沒辦法 所以事實上是這樣 如果台灣從民主化到主體性 其實下一階段是什麼 新政治的出現 你知道在我們現在在市面上 你問那個 你問那個老百姓說 你對貪污的看法 UOMOST他怎麼跟我回答 你說污點錢不要緊 有做事就好 他有說不要貪太多就好了 這是什麼狗幣理論 所以老實講 現在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出現 台灣民眾黨到底要出現什麼 你要知道說 我們是一個新的政治團 新的政治文化 我們是要解決 台灣未來的問題 缺水缺電缺工 缺雞蛋缺口罩 這是我們要處理的 因為到台灣自主已經成功以後 暫時要停在這裡 我們要進行下一步 這就是我們現在 台灣發展歷史三段論 我們最近一定要有體現之前 民進黨打柯文哲打模糊 我跟你講從現在開始 只要民進黨敢再講這個問題 我已經強力揮擊 是你民進黨背罕台灣人民 我兩個地方做不對 民進黨背罕台灣人民 你牆壁上是青年群政愛鄉土 結果呢 有青年群政嗎 一群看官物理 2014年民進黨來幫助我的時候 口號是什麼 推倒藍綠的高牆 不是要推倒藍綠的高牆 所以你們是利用柯文哲 然後2011拿到政選以後 這就是過河拆桥 還有什麼 狡兔死周狗噴 不是嗎 哪裡是我背叛什麼揮憤 這你們民進黨利用柯文哲 達到你們政治目的以後 就把他幹掉 不是這樣嗎 所以為什麼要講這個你知道 這叫三段論 這個三段論你知道 確認我們在整個政治上的架構 在這一刻你看 台灣要解決的不是統獨 因為統獨卡在那裡 我們已經達到台灣自主線 可是現階段我們要解決的是 民生問題 缺水缺電缺工 然後健保要破產 老闆要破產 這才是我們這個階段要解決 概念是這樣 好 所以這樣 台灣過去30年的發展 第一 我們不能否認過去30年的成就 所以台灣民主化有沒有成功 有啊 我們建立了主權在於民進黨倫定 而且我們是 李登輝的成就在哪裡 韓國也走過這個民主化 韓國的代價多大 我以前大概念大學那個時代 汽油彈 韓國的學生運動 韓國還有光州事件 我們那228還是70年前 韓國的光州事件是很近的 那有沒有30年 差不多1989 到現在為止才 我們228還是70年前 光州事件離現在差不多40年而已 所以是讓台灣的民主化 在亞洲國家裡面 你知道 他算是成本最低的 所以李登輝的成就 叫做他讓台灣進行一場 靈靜革命 然後讓台灣民主化 我們有最低的社會成本去完成 然後 在台灣主體化 因為兩岸交流以後 開始 我們有台灣人這個概念 是兩岸交流以後才有 1987年以前 兩岸還沒有交流 反而沒有 我是台灣人的概念 我們小時候都是認我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是在 兩岸交流又慢慢出現 以後 我們不是92共識 我們叫96共識 在台灣真正只有96共識 沒有92共識 什麼叫96共識 1996年 台灣第一次執選總統 從那天開始 台灣年開始有主體性的概念 而且每4年每投一次票 我是台灣人的概念就越來越強 就沒辦法 所以我是台灣人已經出現 可是這樣 這兩階段完成以後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什麼 遇事形態 藍綠政黨惡鬥 內耗空戰 還有一點 為什麼我們的政治會變成這個樣子 2000年以後 台灣政治上唯一的KPI就是 每兩年一次的選 短期的選舉 有人在問我說 你當台北市長 你對這個2000年以後 台灣失去競爭力 問題出在哪裡 我看一下只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沒有長期計畫 一個是文官制度破壞 我現在如果說 十大建設 像你這個年齡的 十大建設 你想到誰 蔣經國 問題就出在這裡 表示蔣經國以後 台灣再也沒有十大建設 所以蔣經國以後 台灣再也沒有長期規劃 你看在2000年以前 台灣GDP是贏新加坡的 人均GDP是贏新加坡的 2000反而就輸掉了 我們以前是亞洲四小龍之首 現在怎麼被踢出亞洲四小龍 都被踢出去 這過去20年當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20年前不是贏的話 現在輸掉了 兩個原因 第一 台灣從此沒有長期規劃 因為政黨輪替 你知道 大家都沒有辦法想很久以後的事 第二 文官制度破壞 剛才講說 第一個問題 沒有長期規劃 你知道 你是民進黨跟我講的 你說得多不好 好啦 說不定農部 說不定農部 好吧 所以要有對的地方 也有錯的地方 對的地方就的確有事實 錯的地方就覺得 從此大家都短線操作 我最近去彰化就知道雞蛋的問題 雞蛋 我跟你講 我未來10年 我們台灣有40家大學要關門 這個問題是今天才知道的嗎 18年前就知道了 那年出生多少個小孩子 就知道18年後大學要關幾間了 那你就18年來 整個政府在幹什麼 每天分屍等死 不是嗎 我們要關40家大學 是今天才知道的嗎 那個雞蛋 我才知道問題是出在哪裡 現在生產雞蛋的方式 不是目前這種方式 這種方式 必要情流感一定掛掉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目前的困境 意識形態 還有這個猴子理論 而且最慘的就是 民進黨每次選舉的策略是什麼 你不投 不然你要投國民黨是不是 兩個爛民國理論 我從今天幾下跟他講之後 知道說 你不喜歡民進黨 你對民進黨不信任 你又不喜歡國民黨 你還有一個選擇 問題今天就是 我們這個選擇的品牌要怎麼建立 今天中央遇到林夏如 你知道 其實那個就是美國的支付 他講的就是這樣 現在年輕人是這樣 年輕人的確不喜歡 這幾年民進黨幹的時候 他很不喜歡 可是要更瞧不起國民黨 那再衝起來一下 問題是 他現在投給民眾黨還在觀望 現階段你知道 年輕人投給民眾黨還在觀望 我們那個品牌到底能不能建立 所以這樣 其實我們在台灣那個問題 這個個人利益帶派系利益 派系利益帶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帶國家利益 什麼叫政黨利益帶國家利益 我們覺得從今年起 不可以讓民進黨 大搖大白的投離戰場 日大賴清德就問他說 你要怎麼務實推動台獨 你是台獨今孫 請問你要怎麼務實推動台獨 你的和平倒台跟蔡英文的抗中倒台 哪個地方不一樣 他們現在講話都很自然 說到最早沒事 我們從今年起 不讓敵進脫離戰場 為什麼民進黨 大巨蛋的那個執照 卡這麼卡 一年十月 卡得這麼心安理得 攝氏島 大巨蛋 大灣北斷 你怎麼可以卡得這麼心安理得 你這很明顯 政黨利益大於國家利益 然後新潮流的利益 又大於民進黨的利益 最好就是個人利益 所以我跟你講 講到今天你知道 大概 中華民國還是最大公益數 講中華你知道 這個大陸就高興了 講這個民意 美國也高興了 現在我們任何一個政策 一定要想這個問題 因為我最近要去美國 開始在選摩尼桃 其中有一條 他說你對晶片聯盟的看法 我今天問那個專家 一天我就知道 我的盲點在哪裡 晶片聯盟 就是我們那個晶片 到底要怎麼管制 廠商的利益 台灣的利益 跟美國的利益 完全不相同 你不要以為台積電 是台灣的公司 那個跟我講說 蕭美琴每次在華府演講 講得好像台積電是他控制的 台積電超過70分 這個股份不是台灣人 台積電是國際公司 不是台灣公司 結果我們政府 講得好像那個台積電 他在管的 所以你看看 台積電跟台灣政府跟美國政府 這三個利益是不一樣 所以其實這樣在討論台灣的問題的時候 你不能考慮台灣 你問題是中國美國台灣 到底你一次要想 你認為一個政策要想三個人的問題 這三個人當中怎麼舉一個平衡 所以維持現狀 是目前唯一不得已的選擇 維持現狀不是我們想怎樣 是不得已的選擇 因為中美對抗局勢 15年內不會解決 然後除了他們兩個核子大戰 如果算雙方卡在那裡 我們就是維持現狀 是我們目前不得已的選擇 要再概念 所以民眾黨跟 我們剛才回答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什麼不一樣 就是說 他們除了統獨意識形態以外 其他都一樣